今年的亚太金融会APAC在11月10号于秘卢举办 总统府证实将端请总统府资政林信义担任总统的特使 出席APAC经济领袖峰会 那么林信义不仅是企业界人士 还曾经担任过经济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 十分了解政府的运作 与各国领袖的互动也颇有经验 而这次都是他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金华城岸的最新重点 那么台北地检署第一波遭到积压的被告 包括了沈静晶 应小威 还有她的助理吴顺民 积压期限即将渐满 是否会延长积压还是贞结起诉呢 想请联线给记者胡新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金华城弊案在这一周会有重大的转变 有可能就会有人有起诉或者是延长积压 怎么说呢 因为在包含说现在的7名在押被告 有些人即将积压起满 透过手板就要带您来看到的 包含说 一远 应小为和助理吴顺民 还有沈庆晶 他们都是第一波被约谈被积压的人 他们是在8月28号的时候遭到约谈 在28号深夜 29号凌晨是陆续遭到积压 在这里在现在来说已经在过一个礼拜 就会是积压期满要来两个月了 但通常积压期满前一个礼拜 就会来开积压亭看看是不是要继续积压 或者是在这段时间检方会力拼来起诉 但是他们的结束完之后 下一波的人紧接着就是彭正生以及柯文哲 因为他们是在9月1号的时候被约谈 而柯文哲是9月5号的时候遭到积压境界 而现在其实平面媒体也有报道指出 确实检方有查到一个柯文哲的冷钱包 但是打开冷钱包需要聘马 如果没有聘马的话就需要的是助计词 而现在检方是全力在破解当中 但如果破解不成 有没有可能会影响说要继续积压 就是延长积压呢 再加上现在案情有诸多一点 都是检方要争办的重点 以上最新鲜马神经团欢迎给同内主播